大妈 你知不知道 一颗圆是这辆车吗 一颗圆是这辆车吗 知道 师傅 一颗圆是这辆车吗 你这样干嘛 小心点你 师傅一颗圆是这辆车吗 往后走 不要都挤在前面 那个一颗圆是这辆车吗 你做错了 你刚刚就应该在对面那站 坐公交车的 这个小伙子叫什么 叫吕绍聪 叫杠杠 这是一怪卡 在宿舍里头 把自己搁到一个帐篷里睡 太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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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先买票 你知道先跟我说一句 我看你看在地图半天了 也没看出个什么劲儿来 现在真是事风日下 现在的年轻人 没有一个有素质 大爷 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没事 没事 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别说 你们怎么就不尊重年轻人 小姑娘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已经跟您很客气了 大爷 你这是寒沙摄影还是 说不出话来了 真的是 小姑娘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照你这么说 年纪大的全是坏人了 瞧瞧你们这穿的 露胳膊露腿的 干嘛您看看 你自己穿什么 我真教育你了 师傅您会不会开车 你这手 我按手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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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按手干嘛 我按手干嘛 能不能安静点 能不能少说一句 因为我 这句话永远没记住 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词 你怎么不鼓掌 看不上 谢谢 当一个好演员 先当一个好观众 你们表演的时候 也希望别人鼓掌 对吗 比我们演得好 真的 因为时间太仓促了 今天上午刚拍 挺好的 起码续读下来了 丢盔卸甲 没事 完全乱了 咋说呢 该怎么说怎么说 一点点来行吗 就是这个小品的意义 我跟大家说 这个小品的意义 就是反映了 我们社会人物关系的力气 因为我们现在社会 你们经常会碰到 莫名其妙的 不被不值当的事情 在哪儿烦躁 在哪儿很生气 其实根本不值得生气的 很正常的 这个题目 叫多余的一句话 为什么叫多余的 就是前面的话 都是很正常的人话 比如说 姑娘 哎呦你真漂亮 看这小眉毛 又这小嘴 哎呦 你看 哎呦 真行真好 怎么没脖子这人 就是你听着前的 都挺好 就是最后一句话 这人怎么没脖子 就是你很生气 你前倒是夸我呢 是骂我呢 你明白吗 你们给我演出这个来 哦 刚明白 干嘛呢 站着 先说你 来 你呢是全小品的 节奏的掌握者 你乱了 所有人都乱 你没有节奏 所有人都没有节奏 我给你一个建议 先把你的语言观过了 咱们台词老师试 这是你的问题 就是 你的那个语言 你出卖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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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